我老公那天说路过这里 他看到还不错 说今天带我们出来转一下 其实我是不愿意来的 他非要拉我过来 这边好像有一个中餐馆 这家就是的 这里好像散步还挺舒服的 我本来想在家里剪视频的 被他非要拉出来 好像有一些少少的店 对 公司车有点像对不对 这边散下步好像还挺不错的 他在我边上 这边看起来挺舒服的 你看 图加一间卖4万用品的店 买了一件衣服 我老婆买一条裤子 这是安妮的衣服 然后我就买一个防保袋 我老婆买了一件衣服 我老婆买了一条裤子 然后这是安妮的一件衣服 所以就一购买了两件 防晒的 这样你自己选的 趁现在有点功夫 把前院的这个一点点小地方弄一下 然后呢买点郁金香下去 还有大葱花 现在大葱花 把这个图子的扣出去 先把这儿弄出来 还要买一点水 去 我去给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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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百合又挖出来 等一下重新种 郁金香 等一下也全部埋下去 等一下我们准备擦这个灯下去 好 妈妈 我要先擦 等一下擦 这一棵花都不是我们自己种的 可能是哪个小鸟把种子叼在这里了 自己长出来的 现在呢我把位置都全部定好了 希望明天能长出一片郁金香 好期待呀 我也搞好了 我老公在弄这个树枝 他把上面这个大树的 把这边这个大树呢 剪了一部分 现在基本上搞好了 就等着花长出来了 下起小雨了 我们也差不多干完了 一片蓝紧收拾一下就好了 来看看我的成果 最后撒点水搞定了 这边停的满满荡荡的 没地方停车了 我们又到婆婆家里来了 台屋这边呢热闹是热闹 但是停车真的挺困难的 安妮来 去门铃了安妮 看看今天什么菜 这么大的虾 招待你 招待我 你是宝贝儿子呀 你看那个石瓜 最终的吗 他长到那个是我们宿里面的模样 为什么我们家吃不完一样的 天天吃一碗米饭还有啊 我们宿瓜天天吃都吃不完 天天吃的时候也放这七根啊 今天鸭子鱼 虾 蔬菜 安妮说 口渴了 拿一瓶水 小朋友一个鸭腿已经摆好了 我们的鸭子端的鸭子上的 我们的鸭子上的鸭子上的 我给那个机器给婆婆 她都不会用 老公在教她 这个 这个 这个第一个 把都 中烧了 你弄个 起锅 下火锅放了一点 把脚下的那个 先放个压下去的好 不是你说的起锅 你说起锅是就是放什么东西起锅 不用放 就烧个瓜红一点的 放一点油下去 把那个皮皮煎一下 两边反一下煎一下 然后呢 然后呢 然后就放了八角啊 放那个姜啊 谈皮 那个瓜皮 瓜皮不是谈皮 啊哈 放一点点那个 偏好那么滑 啊哈 然后呢 先把鸭子皮煎一下 刚刚刚那个树梅姜 OK 就是先把鸭皮煎一下 然后呢 再放那些 八角 然后香叶 就是酱酱酱油 跟那个树梅姜 一整个下去 一整个焦好了 那你这个要很多油 才能把它煎成两面煎一下 没有啊 一点点油 啊 用大火还是中火小火 哈 你要大火还是中火还是小火 煎的时候用大火中火还是小火 对对对 好了 最近事情弄我交给你了 感谢你来弄一段 哈哈哈哈 他那个东西好 挺香的 好香的 还有一个姜油 哦 老抽 那个里蒸鸡那个 黑草油 嗯 早饭要饿不成灾了 哦不好吃啊 咱们做个样子好不好吃 咱们做个样子 咱们做个样子 好吃啊 咱一吃了还是不好吃啊 嗯 不好吃啊 好吃 酱瓜藤 叶子摘掉 然后把那个外皮撕一下 对不对 那个嫩嫩叶子 早上我就吃完了 哦 嫩嫩叶子吃完了 他不是很多毛毛的嘛 哦 用那个水烫一下 我就这样吃 哦 哦 弟弟也哦 弟弟还没有开始吃 没没 弟弟你干嘛不吃啊 弟弟 嗯 他可能干脆行 还没胃口 这个鸭腿 对对对对 鸭口 这给他咯 下来吧 我吃 给安妮吃 给安妮吃 安妮都吃完一个鸭腿了 好了吃完饭回家了 我看我 我可以提保 我不是